大家好,我是Rena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婚日记 记录的是我最近做的比较多的一款三明治 最近北美这边疫情真的是越来越厉害 我所在的城市多伦多政府也是呼吁大家尽量在家待着 画面左边就是我以前经常会光顾的一家港式面包店 然后现在也是因为疫情觉得还是不要再出去冒险了 前阵子已经把超市的这个冷冻火腿肉加鸡蛋已经吃腻了 于是呢翻出了之前的囤货就是吞南鱼罐头 最好吃的做法呢就是把吞南鱼罐头 然后拌上美乃滋 然后煮一个鸡蛋 把鸡蛋压碎了 再拌上美乃滋 然后做成一个三明治 这个真的超好吃 然后再拌上美乃滋 结果呢今天早上要做白煮蛋的时候发现家里蛋都没有了 还好家里还有之前听了别人囤货的蛋白液 蛋白液呢就是把蛋黄去掉 它就是像牛奶盒一样 然后直接把这个盒子里的蛋清倒在平底锅上煎了吃 煎完以后呢就像一个没有蛋黄的荷包蛋 原来早上的咖啡或者一大杯绿茶 今天也替换成了白开水 因为前两天可能真的喝太浓 有点睡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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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